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了一个班级一样 像插班生一样 这里的插班生指的是新职员 那么作者第一天进入到这个公司 发现他的同事对于自己并不是很热情 相反呢 有些冷漠 比如说有一位同事早上刚到公司会为每一位老员工倒一杯喝的 有咖啡 有茶 但是唯独作者和同一天进入公司的新职员小林 他们两个没有喝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作者和小林就觉得自己被孤立了 他们的心情很难受 这是我们前半部分讲的事情 那么今天我们将来看当好职场插班生的第二部分 我们来看一看作者是如何应对这种同事冷漠的情况的 同时呢 他又是如何当好一个职场的插班生的 好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先读一下课文 我和小林的业务很难做 渐渐都让人头痛 有时还玩不成指标 可别人的工作很快就完了 几乎成天聊天 上网 吹牛 还有人溜出去逛街 我和小林虽然是新来的 可我们之前在别的公司也是好手呀 后来我发现 领导分配业务时 总是让资深员工先挑 他们挑剩下的才是我和小林的 我们的工作从难度上讲 和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小林要去找领导讨公道 哼 太不像话了 明明是在欺负人 大不了辞职 我也觉得不像话 可静下来也觉得没什么不好 应该说这反而是我们可以展示自己才干的好机会 我和小林决定不和他们计较 全力以赴投入工作 不怠慢 不敷衍 每一位客户 想方设法做好每一单业务 多忙都不凑合 忙碌中时光过得飞快 我们的业务能力得到了飞跃式的提高 点名找我们的客户越来越多 有时领导会说 服务对象对张哥不满意 你们接手吧 活儿你们接手吧 客户投诉召解了 你们处理一下吧 我们每天都充满激情的工作 享受着工作的快乐 年度考核 我和小林的敬业精神 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受到了表扬 经济上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当初对我们不友好的资深前辈们也变得热情起来 再后来 公司来了新人 领导让我带他们 我把工作经验和技巧传授给他们 毫无保留 其实 进入新单位 作为一个职场插班生 这个过程正是展示你人格魅力的时候 遇到困难 也是你施展才能的时机 好 这是我们第六课的后半部分的课文 大家可以先自己想一下 他大概讲了一个什么 什么事情的 什么内容 在自己的脑海中建立一个整体的印象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课的生词 好 每一个生词老师还是读两遍 然后对比较复杂的生词呢 我们会进行讲解 指标 指标 成天 成天 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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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级 等级 公道 公道 哼 哼 我们要注意 第18个词 第18个词 它的发音呢 是直接通过鼻音去发的 哼 而不是哼 不需要用嘴 而且直接用鼻音就可以发出来 第19个 不像话 不像话 明明 明明 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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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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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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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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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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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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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全力以赴 这个四字词语 就是用自己的权力去做一件事情啊 比如说全力以赴 投入工作 比如说全力以赴 学习汉语 就是使尽自己的力气去完成某一件事 这个就是全力以赴的意思 它指的是我们投入的那个状态啊 好 怠慢 怠慢 敷衍 敷衍 我们要注意敷衍的敷 他应该怎么去写 他的笔画比较复杂啊 一般我们会说一个人做事情不认真 他不重视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在做事的时候就会很敷衍 第29个词 想方设法 想方设法 想就是思考 方呢就是方式 设就是准备使用 法就是方法 想方设法的意思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遇到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很多的这个方案 准备很多的方法 设置很多的方法去解决它 我们说想方设法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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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碌 忙碌 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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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跃 飞跃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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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年度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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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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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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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业 这个净业业业在哪里啊 我们说 我和小林 有敬业精神 敬业呢就是很尊敬自己的工作 对自己的工作很认真 那这个时候我们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 就是我们认真工作努力工作的态度受到了表扬 好 第四十个词 回报 回报 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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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巧 技巧 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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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格 人格 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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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 实际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词叫做人格魅力 什么是魅力呢 我们说魅力啊就是说一个人一种与众不同 然后充满了吸引力 我们说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这个时候他很有就是知识很多 然后懂得很多 那么他就吸引我们 我们说他对于我们的这种吸引 就是他魅力的一种体现 魅力 好 这个魅力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力量啊 它是一种抽象的能够吸引人的一种气质 人格魅力 好这是我们这一刻的生字词还有文章 大家首先要会要准确的去读文章中的 句子的发音 其次呢也要去会记会写啊 这些词语的这个内容 然后这是我们学习一篇课文的基础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课文内容 首先第一段 我们说第一段的第一句啊 作者在讲什么呢 小林和我的业务感觉很难做啊 我们经常都完成不了任务 但是我们的同事呢 他们每天就聊聊天上网吹牛 甚至呢还有人溜出去工作溜出去逛街 所以我们说同事对于工作的态度不认真 对吧 所以啊我们说第一句他在做的就是 把我把新职员和老职员的 工作状态啊工作状态啊工作状态 第一句他在讲的就是新职员和老职员不同的工作状态啊 我和小林作为新职员我们每天的活都干不完 但是老职员呢他们去好像很轻松 对待工作呢也不认真 那我和小林虽然是新来的 可之前在别的公司也是好手呀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虽然我们是新来的人 但是我们在以前的公司啊也是很优秀的 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工作完不成 并不是因为我和小林能力有问题 啊并不是说我和小林没有能力去完成这些工作 而是有其他的原因 所以呢第二句就是告诉我们 我和小林 和我们的能力无关啊和我们的能力无关 所以我们说第一段讲了什么呀 就是作者告诉我们我和小林以及这个老职员不同的工作状态 同时跟我们解释啊 完不成工作啊我和小林完不成工作 不是因为我们能力不够 而是因为啊有别的原因 那么别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第二段啊 后来我发现领导分配业务的时候啊 他总是让老员工先挑 这个时候呢老员工就会把简单的工作挑走 然后把复杂的把难的工作留给我和小林 所以这是真正完不成工作的原因啊 所以第一句就是我和小林完不成工作的原因啊 因为我这些老员工啊 他们经常会把这些难做的工作留给我们 啊我们的工作难度从我们的工作从难度上来讲 和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 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些老员工给我和小林的工作非常难啊 不是说一点点难度 而是非常难以至于我们都完不成啊 老职员留给新职员的工作非常难啊 非常难 然后我们看啊小林说什么 小林说他要去找领导讨公道 太太不像话了 就是在欺负人 大不了我不干了啊 辞职我不干了 这个时候说明什么呀 说明小林和我很委屈对吧 我们感觉别人在欺负我们 专门把这些完不成的工作留给我们 所以第三句 表达的是我和小林很不满 我和小林很不满 我也觉得不像话 可静下来啊 这个静下来我们说是心情或者说 思想的一种平静啊 平静下来以后 我想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啊 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啊 展示自己的才干 虽然说这些工作非常的难 但是我和小林只要我们努力工作 还是可以完成的 而且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啊 去证明我们是很有才能的 所以我们说第四句 就是说了 就是说了 想到了可以用 男的工作 工作 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 所以啊 这个小林和我啊 在抱怨的同时 我们两个也想到了 其实我们可以用工作啊 去把这些非常困难的工作完成 去证明自己有才干 很厉害 好 我和小林决定不和他们计较 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啊 不怠慢也不敷衍 想方设法 想方设法去做好每一件事 这里啊我们说 在第五句啊 第五句 我和小林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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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决定啊 要去完成好每一份工作 证明 向别人去证明啊 向这些老同事 也向我们的 也向领导去证明 自己是有才能的 我们来看第三 第三段啊 忙碌中 时光过得飞快 我们的业务能力 得到了飞跃式的提高 点名找我们的客户越来越多 这里说了什么 这里的这句话 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小林和我的工作 完成的很好 对吧 我们说在第二段的末尾 第五句的时候 他们他们两个决定 要做好这些工作 去证明自己 那么在第三段的第一句 我们发现他们的工作 完成的很不错啊 完成的很不错 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句 有时领导会说 服务对象对张哥不满意 活儿你们接手吧 客户投诉赵姐了 赵姐就是我们 前半部分讲的那个 不给我和小林喝的东西的那个 老同事啊 你们处理一下吧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他其实还是在说 就是我和这个小林的工作做的很不错 对吧 得到了这个顾客的认同 同时呢 我们的老板也觉得我们做的不错 会把同事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 交给我们 这体现了他对我们的一个信任 我和我们每天都充满激情的工作 享受着工作的态度 快乐 所以我们说啊 这个 一 二 一二句说明的是这个 他们的工作完成的很不错啊 他们的工作完成的很不错 那么 第三句呢 是说明了我和小林的一个工作态度 对吧 我和小林的一个工作态度 就是我们每天都充满激情 很认真的去对待每一份工作 年度考核 我和小林的敬业精神 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受到了表扬 经济上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那么第四句这里呢 我们说第三第四句他讲了什么呀 就是小林的和我的一个工作态度 同时我们最终证明了自己 对吧 用努力工作完成好每件事 证明了自己是有才能的 所以我们说三 四句 或者是我们的工作态度 以及我们最终证明了自己 最终证明了自己 第三第四段告诉 我们来看下一句 当初对我们不友好的资深前辈们 也变得热情起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 当我和小林展示出来我们有才华以后 我们能够很好的完成工作以后呢 我们的同事对我们的态度也转变了 从以前那种很冷淡的状态 转变成了很热情 所以这句讲的就是同事 第五句啊讲的就是同事态度的转变 再后来啊公司来的新人领导让我带他们 我把工作经验和技巧传授给他们毫无保留 这里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他的作用是什么呢 或者说作者想表达什么呢 我们说他想表达的就是自己 对于新同事的态度的这种热情友好 对吧 和老同事对待作者 还有这个小林这样新同事 两者的态度有一个对比 一个是冷漠 然后一个是什么呀热情友好啊 所以我们说第六句 说明作者自己对新同事的友好态度 友好态度 这是我们说的第三段的内容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段 其实进入新单位做一个职场插班生 这个过程正是展示你人格魅力的时候 遇到困难也是你施展才能的时机 这段话是最后一段 我们说他也是一个总结的段落 啊总结段落 他总结了什么呀 还记得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吗 叫做如何做好职场插班生对吧 那么最后一段呀 他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做好职场插班生 如何做好职场插班生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篇课文整个的一个内容 我们来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说啊他有几个角色呢 我们做一个总结 第一个角色是我和小林 有两个人 我们把这个统一称之为新职员啊 新职员 我和小林 第二类角色呢 第二类角色呢 是我们的老同事对吧 啊 老职员 我们的我们的同事老职员 当然我们说也有老板对吧 也有我后来带着这些新职员 但是我们说这一张 这一篇课文的主要的两类角色就是 新职员和老职员这两类人 那么他讲了一件什么事呀 我们说讲了一件 我作为一个新职员 如何在职场上用自己的行动 证明了自己的才干 最终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这样的一个故事 新职员 在职场上用自己的才干 证明了自己 最终获得了别人的认可 别人的认可 这就是我们说这一篇文章 他整个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同时他的角色有什么 好 那么我们现在对于每一段 和整体内容都有了解了 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 等一下我们会有相关的回忆 这个课文内容的题目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课啊 比较重要的 在第二部分的一些这个知识 首先明明啊 明明是一个副词 他表示的意思就是说很明显 比如说经常会说啊 情况就是这样的呀 明明就是这样的 我们经常会这么说 好 那么用明明的小句前面或者后面 常有反问或者表示转折的句子 在明明使用明明的这一句 这一段句子前面或者后面 经常会有一个表示转折的句子 而且这个词呢 他多是用于口语的 这是他的一些关键的比较关键的点 我们还是通过例句来看 首先 你唱的明明是流行歌曲 哪里是京句啊 那么首先老师要问了 他唱的是不是京句啊 很显然不是啊 很显然是别人 别人告诉 别人对这个说话的人说 他唱的是京句 但是这个说话的人 说话的人发现 其实那个唱歌的人 唱的是流行歌曲 而不是京句 你唱的明明是流行歌曲啊 很明显你唱的就是流行歌曲啊 这是明明修士的部分 那么他后面表示转折的小句 是哪一个呀 这是一个哪里是京句啊 对吧 他就是明明那一段话后面的这个 表示转折的句子 好 他是一个表示了一个反问啊 表示反问 明明是你把书弄丢了 还不知道 还说不知道 真不像话 很明显是你把书弄丢了 你却说不知道 真的是不像话 所以这里后面这个 还说不知道 真不像话 就是明明 后面那个表示转折的小句子 那么第三个 哼 太不像话了 明明是在欺负人 这个他表示的明明所修士的情况 是什么呀 就是欺负人对吧 同事在欺负他 那么他前面表示转折的句子 就是这个太不像话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用明明完成句子 明明怎么样 却不承认 真不讲理 这里我们说 明明后面会跟一个和他前面的 跟一个表示转折或者反问的小句 那我们说却不承认这是一个转折 对吧 那么这种转折 他告诉我们前面半句明明所引导和修士的句子 是和这个却不承认相反的 却不承认相反的 却不承认相反的 那么我们说 明明是你错了 却不承认 真不讲理 明明是你错了 却不承认 真不讲理 好 你什么这样做不对 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这里是表示转折还是表示反问呢 我们说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这件事情 它是表示一个反问 对吧 那么这里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呀 前面明明修士的那半个句子 他就应该是不要坚持了 所以说你明明不该再坚持了 或者说你明明该放弃了 这样做不对 为什么还要坚持 你不应该再去坚持了 你坚持的这件事情不对 你为什么还要再坚持呢 好 这是第二个句子 第三个 怎么非说没看见 这里还是一个反问的句子 怎么非说没看见 那么我们想说整个句子在明明修士的那一部分 想表达的是看见了还是没看见呢 我们说他表达的是想是看见了啊 所以你明明看到我了 你走在街上你明明看到我了 怎么非说没有看见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呀 这就是明明他的一个用法和他修改句子时候的一个作用啊 我们一定要注意他的本身的一些特点啊 同时要注意比如说他是用于口语的 比如说他的前后会有一个句子 表示反问或者转折啊 还有就是明明他本身的意思是什么 这是他的一些要点 好第二个啊 大不了 这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用法 我们来看一下 大不了 它是一个副词 它的意思是最坏也不过 表示虽然出现了困难 但最后啊 但最终是可以解决的 一般用于口语 我们说这种解释 我们去分析他的话比较难 还是通过例句来看 第一个例句 小林要去找领导讨公道 嗯 太不像话了 明明是在欺负人 大不了就辞职 这里大不了修饰的是什么呀 辞职对吧 啊这个小林去找领导说 要讨回公道 同事老是欺负这个新职员 啊 如果领导不管的话 那小林说我不干了 啊最坏也不过是辞职嘛 对吧 换一家公司 大不了辞职 我们说辞职 这件事情啊 本身是很困难的 对吧 你辞职了你要找新的工作 然后你要去 嗯 就没有没有收入了啊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是也没关系 可以去找新的工作 最终这个困难是会解决的 啊 第二个句子 失败了不要紧 大不了从头再来 这里的大不了修饰的是什么呀 从头再来 对吧啊 从头再来 我们说从头再来 这件事情本身 带有一定的难度啊 但是 大不了这里所表达的就是说 这种困难虽然有 但是最终也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也可以说最坏也不过 从头再来啊 别难过了 不就是衣服丢了吗 大不了再买一件 这里他修饰的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再买一件 对吧 我们说再买一件 这个过程我们要花钱 我们还要去挑衣服 那这个时候有有一定的困难存在 但是没关系啊 只要你不难过了 我们再买一件也可以 好用大不了改写句子 我们首先来看 坐错车没关系 最多就是坐回去 啊 这里我们说 有一个词语啊 最多 我们说他其实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最坏也不过嘛 最坏也不过就是坐回去 没关系啊 坐错车 就是说坐错车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虽然说坐回去很麻烦 但是也可以接受 所以呢我们直接用大不了 把这个最多替代了 就是说就是大不了 就是做回去 大不了就是做回去嘛 没关系 别难过了 不过就是画失了 我再给你画一张就完了 啊 这里我们想我们说 什么是前面的那个困难呀 就是什么就是没有关系啊 画失了没有关系对吧 是想说这个画失了没有关系 那么 呃 这个大不了后面要形容哪一个词呢 后面哪一个动作就是做起来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也也可以也可以做的呢 我们说是画一张画对吧 画一张画要费时间啊 要费力气 有一定的困难 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没关系 啊 你不要难过了 只要你不难过 我给你画一幅 没关系啊 所以我们说 大不了我再给你画一张 大不了我再给你画一张 我再给你画一张 好 好 少一个座位 没关系 最多就是少去一个人 啊 这里我们来看 少一个座位 这是那个问题 对吧 没关系 啊 没关系 那么 最多 啊 就是少去一个人 我们说什么事情没有关系啊 是这个少一个座位 对吧 那么少一个座位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们说后面半个句子 少去一个人就行了 对吧 少去一个人 那 这个人去不了了 那这就是一个困难 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但是也可以接受啊 只要把这个少一个座位的问题解决了就行 所以我们说 大不了 就是 少去一个人啊 少去一个人 好 那么我们首先啊 用大不了去改句子的时候 我们要做两步 第一步呢 是找到 这个 大不了前面那个 就是我们想说什么东西没关系 比如说 做错车没关系 或者说这个 你不要再难过了啊 就是这个困难是什么 然后呢 找到后面那个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那个带有一定的困难 要花费一定时间的这个解决方法 我们把它找到 然后用大不了去 呃 引领那个解决方案就可以了啊 做错车是那个困难 那么做回去这件事情是解决方法 但是这个解决的方法呢 带有一定的困难 我们用大不了把这个困难引领 我们说大不了就是做回去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句子就通顺了 好 这是我们用大不了改句子的时候 要注意思考的两个点 好 那么我们看完了这个呃 前面关于课后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知识点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些练习 首先练习一一 模仿例子写出更多的词语 我们先来看他给我们的这个例词啊 首先就职的职 那其实就是职位啊 就是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啊 辞职啊 就职就是比如说去参加工作 去报道 这个时候叫就职 或者我们说一个人就职于什么什么地方 辞职 辞去工作啊 辞去自己的职位 就是辞就是辞去的意思 兼职 我们说一个人他有一个主要的工作 同时呢他还有一个呃 次要的工作 那么这个次要的工作就是他的兼职啊 他在主要的工作时间之外 还有一点时间 他又做了一份次要的工作 职业啊 就是我们说的职位啊 我们说的工作啊 或者我们说职业 比如说呃 王老师的职业是一位老师啊 职务 职务这个词啊 他其实也是职业的意思 但是他往往是指在一些系统内 或者在一些体制内 比如说政府部门 我们就经常会说职务啊 好职位啊 我们来看位跟位有关的词语 我们这里有几个补充 大家来看一下 这里的职位其实是这个呃 地位的意思啊 比如说他的职位是这个总经理 那么这个位就是他在工作上的这个等级啊 就是总经理 座位啊 我们公交车上有很多的座位 我们可以坐着啊 在位 那我们说在某个位置上啊 在位 地位啊 我们说一个人这个在社会上的地位啊 比如说他是一位 他是很有声望 很有名望 我们说这个人地位很高 单位啊 我们上班的工作的这个公司也可以叫做单位啊 比如说他在哪个公司上班 我们也可以说那个公司就是他的单位啊 好 唯独的唯我们来看一下和唯有关的一些词语 首先唯一唯独就是只有读字啊 唯独比如说唯独我们都来了啊 唯独你没有来啊 只有你没有来 唯一 那我们说一个男生像一个女生求婚 说你是我的唯一啊 就是only 唯诺 唯诺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对别人表示顺从 比如说小明很希望 得到老板的认可 这个时候他在老板面前很唯唯诺诺啊 意思就是说他在老板面前表现的很顺从啊 唯有啊 唯有你来参加我的聚会 我才会感到真正的开心啊 唯有也就是有一种只有的意思啊 只有你来参加我的这个聚会 我才可以我才感到开心 其他人来都不可以啊 唯利是图 这是一个四字词语 唯利是图 他的意思就是说啊 一个人很 这个贪图这种利益啊 很喜欢钱财啊 唯利就是说只有 他的眼睛里面只有这种利 只有这种利益 没有其他的东西啊 贪恋 贪财 贪恋 利益 我们说这个人唯利是图 才干的才 我们补充 我们补充四个词语 首先 癌就是一个人的能力啊 才能啊 这个人很有才能啊 他能做很多的事情啊 很有才能 人才啊 这个小明 是很有知识 很有能力 然后是名牌大学毕业 那么他是一个人才啊 人才 口才 就是我们口语表达的能力 我们说叫口才 好 然后比如说这个 下一个字啊 全才 我们说一个人他做什么事情都不错啊 口语表达能力很好 然后呢 也能干很多的事情 全才就是全部都擅长 我们说这个人是全才啊 当然 往往是我们会指 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掌握的这种能力比较多 我们就说这人是一个全才 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说真的什么都会 我们是表示说 对他的一种佩服啊 我们说你真是一个全才啊 敬业的业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补充四个词语 好 首先业呢 就是我们说这个业务 敬业就是对自己的这个业务很认真啊 很尊敬啊 我们刚才说兢兢业业就是对自己的工作很敬业的意思啊 专专专就是专门 专业的意思就是说你很擅长这件事情啊 或者说呢 专业也可以指就是你的major啊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很专业也可以说他的专业是 比如说啊 学习汉语啊 所以他有两个意思 工业industrial工业 业余 就是说 比如说啊 这个人 这个人 他对于这份工作并不是很熟悉啊 但是只了解一点点 然后他就去做这份工作了 这个时候我们说你这个人很业余啊 你很业余 然后副业 这个副是什么意思呢 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词叫做兼职对吧 副业就是我们说啊 这个不是正式的这种业务 我们叫做副业啊 所以我们说业余就是说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业余 我们再解释一下业余呢 就是说一个人他在自己的专业之外 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会说你这个人很这个是很业余啊 很业余 好 我们用所给的词语去完成句子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练习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子 别的事还可以放一放 唯独 唯独什么呢 我们说唯独有只有的意思啊 我们说唯独 这件事情不行啊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 只有这件事情不行 爸爸什么 然后从来没有闲下来的时候 他一直在忙一直在工作 所以我们说他 爸爸成天在外工作啊 总是经常在外工作 从来没有闲下来的时候 失业了也没什么 大不了 我们说大不了后面加一个就是有困难 但是可以解决的事情啊 大不了 再找一份工作 大不了再找一份工作 我的笔什么 然后怎么一转也不见了呢 啊 我们说 后面这个表示 反问的这个句子 明明所修饰的前面半句要跟他的观点相反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我的笔明明放在桌子上啊 怎么不见了呢 没有床只有一张沙发 那你就凑合吧 把电不好没有办法你就将就一下啊 凑合睡吧 每当我遇到困难时 他 什么 我们说想方设法就是想很多的办法 准备很多的方案去解决某件事情啊 他总是想方设法 帮我解决问题啊 帮我解决问题啊 帮我解决问题 这是我们的第二道题 来看我们的第三道题 计较 搭档 风气 资深 和创立 啊 计较就是 我们经常说我不跟你计较啊 然后就是说 比如说 这件事情虽然你做错了 但是 我不在乎啊 我不跟你计较 搭档 我们说partner啊 风气啊 我们经常说就是 这个 这个团队啊 或者说这里的某一个环境啊 风气很好 或者不好 就是说 这个集体中他们的这些 这些人的这些爱好和习惯 如果很好的话 我们说风气好 如果不好的话 我们说这个风气很不好啊 资深 资就是资历 深呢 这里是指的 多的意思啊 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的资历很深 比如他干一件工作 我们经常说 他干了很久以后 我们说这个人的资历很深 就是他是 有 在这件工作上啊 他是一个资深的员工啊 创立 啊 创立一家新公司啊 开创设立啊 好 上个星期 我加入了学校篮球队 跟球队的什么们 这里首先需要一个名词 对吧 那么其次我们看啊 球队里和我一起踢球的那些人 他是我的什么呀 我们说他是我们的搭档啊 所以说搭档们 好 第一认识之后啊 第一认识之后啊 我的训练生活就此开始 张教授在球队什么 之初就在这了啊 这个人在这很久了 我们说在球队创立之初啊 创立之初啊 创设建立 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篮球教练 富有经验的人说明他的什么呀 他的呃 他当了很久这个篮球教练了啊 他很有经验 我们说这个人资历很深啊 所以说他是一个资深啊 资深篮球教练 我们球队的什么非常好 大家互相帮助 刻苦训练 没人抱怨 大家的习惯 大家的状态很好啊 我们说风气很好啊 风气非常好 训练中受点伤也不怎么样 我很喜欢这个集体 最后我们说计较啊 不会说啊 受一点伤就就觉得很苦 我觉得忍受不了啊 好激情我们说passion 权力以赴就是我们用尽力气去做某件事情 这里主要指的是态度 还有这种行动上的 行动上的那个权力以赴啊 想方设法啊 我们讲过很多了啊 忙碌就是basic啊 很忙做一件事情 事情很多做不完很忙 凑合我们说将就啊 条件很差 然后不要在意这些很差的条件 然后就先凑合吧 啊 同事小张非常敬业 他对待工作充满什么呢 一个人在工作上很敬业的时候 我们说他充满什么呀 充满激情啊 就充满激情的时候 他才可以对这个工作一直很保持一种敬业的状态啊 总是什么出色的完成每一项任务 那我们想去出色的完成每一项任务 我们是不是得想很多的方法 做很多的思考对吧 所以我们说想方设法 从来不什么呀 一个人很敬业 对待工作很认真 那这个人从来不凑合啊 好 最近他接到一个新任务 为一个新项目做前期准备 小张带领他部门的员工 投入了工作 一个新的项目被指派给我们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得把自己所有的力气都用进去啊 尽力又好 然后又有效率的完成这些工作 所以我们说啊 全力以赴啊 全力以赴 好 虽然很忙碌啊 虽然很忙碌 新的工作呢 我们肯定要做很多新的事情 这个时候可能会很忙啊 虽然很忙碌 却享受到了工作的快乐 啊 那么我们来还是总结一下啊 词语填空的一个答题的思路呢 就是先去看词语 看自己认识不认识 然后再去看这个文段 最后呢再根据每一个空去找他所需要的词 好 模仿语段啊 阅读语段模仿造句 其实进入新单位作为一个职场插班生 这个过程正式展示你人格魅力的时候 遇到困难也是你施展才能的时机 啊 我们首先来看 进入啊 一个地方啊 作为你的一个什么样的你的身份啊 正式 后面接着是 你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遇到了什么呀 遇到困难挫折或者等等什么事情 也是 啊 这个也是呢 是对于前面那个遇到后面的句子的一个补充啊 其实 我们来比如说我们来造一个句子 其实 进入 呃 其实这个 这个进入职场 变成一个 呃就是 呃 资历比较深的这种老员工的过程啊 是断裂你自己的时候 遇到 比如说挫折 啊 也是 怎么样呀 提升自己的 时机 啊 即便遇到了一些挫折一些困难 那么这也是提升我们的一个时间啊 所以我们说 阅读语段模仿造句这里啊 首先就是 先找到他给我们的这个句子结构 然后呢就是根据这个句子结构 然后了解每个句子结构后面要跟什么样的句子 跟什么样的内容啊 是跟一件事还是跟一个角色还是跟一个人物等等 然后发挥想象力 写出来的句子有这个有道理就行了 好 最后一部分啊 根据提示简述课文的主要内容 我们来看 我和小林在公司的工作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啊 为什么 这是哪 这个第二部分哪里的内容呀 是第一段啊 第一段的内容 我和小林的业务很难对吧 啊 每一件都很困难 有时候还完成不了 那别人的工作呢很轻松啊 他们成天喝茶聊天啊 我们去看一下 这是我们第一部分第一段的内容啊 啊就是这里的内容啊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我和小林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 那么我们想作者和小林首先是感觉到很难受 对吧 别人欺负他们 但是转念一想他们决定啊 要去努力工作 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 向别人证明自己啊 不计较 全力以赴 不怠慢啊 不敷衍 想方设法啊 完成客户的每一件每一个要求 我们的公司 我们在公司的处境有了什么变化 我和小林在获得了别人的认可以后 我们发现啊 我们的业务能力提高了 对吧 然后我们的客户呢 他都想把这个项目交给我们 然后领导呢 也会把别人完成不了的一些难的工作交给我们 因为他信任我们了 那么在年度考核的时候 我和小林就取得了一个好成绩啊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原来那些对我们很冷漠的同事 对我们也热情起来了啊 那么我们 呃这个 呃当我们 呃这个 通过了自己的努力啊 认真工作以后 我们最终得到了别人的认可 好通过职场插班生的经历 我有什么收获啊 通过职场插班生的经历 我有什么收获 作者在后来 第三段的最后一句说什么呀 他在面对这些新人的时候 他全力以赴把自己所有的经验都告诉这些新人了 对吧 那么在最后一段他告诉了我们 就是如何做好一个这个职场插班生 然后他的感受是什么 那么作者在那里告诉我们说 即便遇到了很难的工作或者困难 那也是展示自己魅力的时候啊 也是通过施展才能向别人证实自己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说对于课文的一个再回顾 那么往往我们读完课文的语句之后 在课文的最后大家都要去再回顾一下课文 去想一想我们自己对于课文内容的分析有没有记住 有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作者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好那这就是我们第六课啊 整个文章还包括他的知识点的内容 下去以后呢大家要仔细复习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的主要内容 在下一节课我们会针对第七课的第一部分进行学习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对 谢谢